96年数学卷2第十一条 Cortrait Equation 就说有一条Cortrait Equation 2x²加4x-3等于0 Root就是α和β 就叫我们用α除β 就加β除α 这一条其实就不用计算的 因为如果我们用方案01 按机的话就可以计算到αβ 虽然αβ就是小数不漂亮的 但是我们可以按两次的Formula 就把两个答案save a和b 之后就按机 a over b加b over a 就会知道答案 当然现在也要做正统方法 就是用sum of root 和product root sum of root -b over a 就是2 α乘比就是sum of root c over a 就是sum of root 而本身题目要我们计算的 是分数 通分母 新分母是α乘β 所以新分子就是α²加β² 分母已经知道多少 照射估邪 而分子就是这样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 就是到你考DSE的时候 应该 黑了眼的色背 如果不是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点 之后呢 就只不过把我们本身已经 计算了的 这些sum of root 和product root 就放回去 好 这样呢 就会是-14 over 3 所以答案就是option C 就会是-14 4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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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